日本NHK电视台报道 当地时间今天早上7点15分左右 三艘中国海坚船驶入钓鱼岛海域 日本第11管区海上保安总部称 这三艘中国海坚船分别为海坚23、海坚46和海坚137号 他们是从南小岛方向进入钓鱼岛12海里范围内巡航的 这是今年以来中国公务船第四次进入钓鱼岛领海内巡航 中国外交部反复表示 中国公务船只和飞机在钓鱼岛海域和空域进行巡航 是中方行驶管辖权的正常公务活动 中方一贯坚持反对日方在中国钓鱼岛海域和空域的侵权行为 对日方的行动保持高度警惕